南方日报2011年12月报道 美国驻华使馆发布北京PM2.5监测数据再次报表 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 此时的PM2.5浓度为522 也因为超过了该污染物的职域 在美国的环保局网站上无法转换为空气质量指数 纽约时报在2013年8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生活在有毒国家的文章 被派驻北京的记者说 他在要回北京时在旧金山机场 拖着一个包裹里面装着12桶奶粉 还拖着一个纸箱子 里面放着两副空气过滤器 这是他家人最希望他带回去的热门货 人们对吃的喝的呼吸的等等安全 忧心忡忡 好像生活在发生过核灾难的 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或者日本的福岛一样 无所不毒的活命环境 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象 真实的江泽民正在播出 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 是一起震惊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 起因是新西兰方面发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 三陆生产的奶粉含三聚氢案后 立刻和中国方面交涉 要求三陆公司公开收回有毒奶粉 但一直遭到拒绝 最后新西兰总理亲自出面 与中国交涉 表示如果中共再有意隐瞒 新西兰将单方面公布 事件公开后 很多食用三陆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 被发现患有肾结石 元凶就是奶粉中的化工原料三聚氢案 中国国家制检总局公布 对国内乳制品厂家生产的 婴儿奶粉的三聚氢案检验报告后 事情迅速恶化 包括伊利、猛牛、光明、圣元 及雅力士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 都检出了三聚氢案 原来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氢案 是该行业的一项潜规则 目的是为了增加检测过程中的 氮、蛋白质含量 毕竟三聚氢案要比原奶成本低得多 由于三陆毒奶粉事件影响大 范围广 加上三陆奶粉属于国家授予 免检的名牌产品 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而进一步揭开了 中国有毒食品泛滥的窗疤 2013年香港的奶粉限购令 把中国的有毒食品 再次推向了世界的浪尖顶峰 自2008年三陆奶粉 加队三聚氢案的丑闻曝光以来 大陆有毒奶粉有增无险 频频出现 大批大陆游客到香港抢购奶粉 造成了香港奶粉荒 继毒奶粉之后 中国人并未结束吃有毒食品的命运 毒姜豆 毒大米 毒龙虾 毒黄瓜等毒物也分治塌来 有人将中国有毒食品编成有毒食品大权 其中共收录了中国最常见的有毒食品 55种之多 如高致癌毒大米 陈化粮 明公粮 以及用这类大米加工制作出的其他食品 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 滴滴味泡精华火腿 用猪大粪浸泡制作的臭豆腐 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 太仓肉松的原料 使用了死猪肉 母猪肉 用双氧水漂白母猪肉 在下水道逃出的地沟油 吴恒 一名复旦大学的研究生 通过网络搜索 他找到了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 该资料库收集了1万多条 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道 其中约6000条与有毒食品相关 在看了这些报道之后 他发现 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 受此事件的激发 由吴恒领衔 同时在几十位网友的共同努力下 查阅了数万条关于有毒食品的报道 从中提炼完成了 中国有毒食品维基百科的雏形 无所不毒的活命环境 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象 真实的江泽民正在播出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几乎 水污染逼近了危险临界点 这已成为了每年夏天的祸害 中国沿海城市青岛正在遭遇几乎破纪录的海藻爆发 让那里备受欢迎的海滩盖满了一层绿色的纤维物 2007年下 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潮湖的蓝藻爆发事件 这是一个标志 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目前中国七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猎五类水 九大湖泊中有七个是五类和猎五类水 五类和猎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 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 2013年3月 上海市2000多万人的饮用水源头黄浦江 打捞上来大量死猪 据大陆官方报道 截止19日 黄浦江已经打捞13000鱼头死猪 3月18日 美国NBC脱口秀节目 今夜秀电视主持人杰雷诺 对中共政府宣称 万鱼头死猪不会影响水质的说法 进行了犀利嘲讽 殖国NBC脱口秀 1200鱼头死掉 210,800 浪江 此,专业的食物峰 人生飞心 脱口秀 死掉了 被冲浦江 汁 � 无所不毒的活命环境 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象 真实的江泽民正在播出 《财经》杂志2012年6月6日报道 内地近年来因工业及城市用地结构调整 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高污染工业 大量搬迁 几乎所有地块都被开发 据中科院南京土壤所2008年研究 江苏 辽宁 广州 重庆等地数千间工厂搬迁 约2亿平方米的土地可作重新利用 报道指出大批的毒地未经处理 就被正常使用甚至兴建住宅楼 其中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已再建楼盘 原指为铁道部所属的防腐枕木厂 该厂生产三十多年 大量的化学品已经渗入了土壤及地下水 该厂八年前搬迁 地块一直空闲 到2011年开工后 仍然减出致癌物质超过千倍 其余挥发性污染物也超标三四百倍 环保部06年耗资10亿元人民币 进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 但数据至今未公开 专家分析指出 该调查结果或会引起公众恐慌外 更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2011年的8月23日 发布了调查报告指出 毒瘾鱼衣 全球品牌服装的 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显示 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18个国家 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 其中52件样品被测出 残留有有毒有害物质 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 阿迪达斯样品含有NPE比例高达40% 李宁样品含NPE的比例 仅高达100% 白衣天使金安在 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象 真实的江泽民正在播出 与比比街市的有毒食品相比 假衣假药毫不逊色 据报道 2005年仅查处的假冒伪劣的药品案件 就有7.8万多件 2006年4月29日和30日两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 连续发生了群体重症肝炎病人 突然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 5人抢救无效死亡 通过排查检验 这些病人使用了77哈尔第二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的量菌假素注射液 其中含有不明成分杂质为假药 其二药事件之后不久 又发生了起更严重的 心服假药致死事件 2006年7月27日 哈尔滨6岁女童刘思辰 因静脉点滴克林酶素不幸死亡 全国有16省市 共报告心服不良反应病例 93例死亡11人 原因又是药品生产商 生产了不合格药品 2010年3月31日 常州爆发出了疫苗造假大案 当地著名的疫苗生产商 江苏延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国家药监局查实 在疫苗的生产过程中 长期故意造假 导致了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 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 现在在中国谈起医患关系 就好似在商场里谈买卖 医院成了企业单位 以盈利作为主要的目标 病人是医院和医生 挣钱的客户与裁员 在一个社会道德大滑坡 一切向前看的大背景下 医院和医生 如何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利 从病人身上榨取额外经济利益的 各种不道德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个年轻医生 在他的个人博客里披露了医生 如何宰割病人的惊天秘密 患者到死都不明白的事 2009年 我从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专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幸运地成为了山东省 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2009年11月底 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 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 主任关上门 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 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 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 才是科室的奖金 他故意顿了顿说 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 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 那是你们的自由 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 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 主任的话音一落 大家的眼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 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这件事没过几天 病房就住进了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 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 有了前面的教训 我试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谈话 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我的话音未落 他的妻子就鸡桌米式地点头 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 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 有了这句话 我放开了手脚 什么药柜上什么药 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 共花费了40万元 最终还是死了 2010年7月 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 觉得有手术指针 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 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 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 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 我不要 他却说 这是你应该得的 以后我那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 也介绍给你 我们俩长期合作 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我说 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 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来了个癌症病人 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 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 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 然后再放到放疗科放疗 等着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 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 接下来的一件事 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 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 癌细胞已经附膜转移 可还是被转到了普外科做手术 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 放疗科放疗 中医科喝中药 如此折腾三个月 病人就死了 我曾偷偷调出了病人的影像资料 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针